然后我们的泰迪 你们为什么对泰迪这个想法那么多呢 泰格里斯 跟我们的关系是-50 来提升关系 其实我们可以拿这个的话 再招两个15关 但是你们对泰迪有这么有想法 那就提升呗 提升15 再提升20 再提升15 好的已经震了 提到0了 从四迪 从死敌世仇啊 就用了那么不到20点的影响力 就被震了 再提啊 再提又20 王子轻微 再提 到35了 再提 到50了 再提 到70了 影响力的作用就是那么的大 而影响力怎么来呢 就只需要花那么几百块钱就可以了 你就会搞到无限的影响力 然后这还有一个 这边这边这边一块都 这这这这这这 对对对对影响力啊 好 像动画又有20点了 又可以搞一下 非常刺激对不对 非常刺激 再搞一下 又加15 直接从-53 拉到了85 康凯理金 1万块钱砸上去 他一定没见过那么多钱 我跟你们说 砸 看一下啊 砸了多少啊 砸了40点 再砸 再砸1万 2万了 2万砸 钱多 3万块钱砸下去 又加了80点 那么直接往165就去了 然后我的实力都还比较高那么多 荷包 没问题了应该 当然了得等他慢慢涨上来 第91回合 我们来看一下 太地的话呢 已经是被我们这个送了钱 然后的话呢 还搞了这个空庆密谋啊 关系的话呢 现在已经是达到了51到214啊 什么实力扩张 什么领袖成绩啊 你看本来领袖成绩是40点 对不对 现在呢 负9点啊 对不对啊 有钱能使鬼推磨 对不对啊 你有钱的话呢 有这个影响力的话 你可以让一个人的 这个对你的看法啊 这个转变啊 这个300 不然160度的这个转变啊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先看这关系啊 够不够合啊 还不够合 但是我们可以先把防御头部给签了 对不对啊 然后的话呢 我应该就不用给他送钱了啊 因为毕竟关系现在是往200多去的嘛 那我们就不需要在宫廷密谋 搞这种事情了 对不对啊 第92回合啊 诺斯卡约和瓦格合邦了 我跟你们说 我记得他之前好像没多久之前 要把东阳合邦 那么也就是说他现在实力的话 我很想看我现在 我现在才第九名 混沌勇士现在第一名啊 混沌的话离我非常非常紧 就在这一块 全部都是神圣者 然后西约鬼线第三名 莱巴拉斯王庭第五名 提利尔第六名 什么乱七八糟的 卡拉卡夫王床第七名 卡木里第八名 暗精灵被我灭了几只满面之后 现在跑第十的第十三了 当然了实力呢 其实大家差不多 你们看十一条就看得出来 其实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多少的 那有不得了啊 你们这一个个的啊 还是我不管啊 我得先把泰地给合了 关系看一下 现在关系的话呢 变成了一百三十了 我觉得应该可以合包了吧 哈哈哈哈 我就知道啊 能要能要一百 能要一万块吗 哎呀 只能要一千块钱啊 嗯 没关系 合了啊 两千块钱 合了啊 这个虽然说你下一回合 就是下一回合 等关系更高了之后 要起的话 肯定会要的更多一点 但是一回合 产的钱 可能就不止那么多了 对不对啊 两千 好的 那么这边的话呢 把泰格里斯 合帮合掉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泰格里斯 这个疆域啊 看一下 只有这么几个地方吗 有点有点可怜嘛 啊 你这个巨蛇烟 都被人打下来了 我看一下 一共是这边是 一二三四五 这边是六座城 是六座城啊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泰格里斯本人啊 你们都对他推崇备至 对不对啊 我看一下啊 呃 这边有个 这里有个精灵公主 看一下属性啊 一个阴损之墓的精灵公主 啊 我不要了 再见 提掉啊 然后泰格里斯本人啊 泰格里斯的话呢 已经是两界神器了 一个是泰格里斯之剑 精绝的啊 然后旁边的话呢 也是这个 萨弗瑞的征战之冠啊 十个全法王 对不对 然后的话可以加我们这个招募的 等一下 那我法师是不是可以多招几个呢 果然啊 变成九个了 我们可以再招几个了啊 那么先看一下这边啊 他这边还有一个 这边还有两只赫斯魔灵神 看看这个属性怎么样 层层防护 好的 没什么卵用 这个呢 旁边这个是奥术导体 嗯 这个还可以啊 这个人作为法师还是不错的 但是的话呢 这个太低的话 本身就是个法师了 对吧 你在这边的话 就觉得浪费了 对不对啊 自带一个防护服服啊 是个全防 嗯 还不错 然后这边还带一个颗灵指环啊 一个职业伤害的 也还凑合啊 这个也还可以 嗯 还还不错啊 还不错 技能线的话 我看一下 把上面就排了点完了 然后的话 法师 法术其实没怎么点啊 然后 哎呦 你这 我看看啊 哦 还行 点的还行啊 他点的是赫斯剑圣和凤凰位的这个属性 然后旁边的话 这边是洛斯恩的这个属性 呃 不是 洛斯恩海位的这个属性 还行 还行 然后 还还可以啊 没有点特别那个什么 差的属性 四只龙 一条龙的话呢 是一千的威势费用 四条龙就是四千 我们至少保证 每支部队里面要有这个 要有这个 两 两条龙 至少两条龙啊 在那里面要有这个 那里面要有这个 是这种 你可以 那里面要有那个 都是这样的 帅 Increase 查哥呢 又来了啊 又来了 但是的话呢 这次你看一下啊 那个科尔天的话呢 应该是直接就是分配到别的部队里面去了 应该是这样子啊 然后我们旁边的这只混沌是不是直接分进去了 我看一眼啊 还没有 还没有啊 那就先不管他吧 反正查哥来了之后的话呢 南北混沌也快来了 那么也就是说卧槽 那我不去不是幽幽子 等一下 我看一下啊 南混沌来的话 倒还好 南混沌来的话 我只有一个星神塔 可能稍微微 哎呦 我看你们看下看我这个经济啊 这些龙招出来之后啊 这个经济的话呢 急转直下 你知道吗 但是我还不能不招 我还在招三个这个 又是1500 然后上面这些凤凰位的话又招出来一批了 这边是一只满的了 第97回合 南混沌呢 也杀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部队啊 你们自己看嘛 不过的话呢 对我来说影响不大啊 你看旁边这种零散城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守不住的 而且的话在偏里面啊 所以说 丢不丢 无所谓 而外面这座城的话 只有星神塔 我需要保护一下 而星神塔里面的话呢 已经是有药性龙加凤凰位加强了 我是不觉得你打得下来的 而且的话我这边还在继续招兵啊 这边凤凰位的话叫了三队 然后再来了三队剑胜 呃 一只剑胜吧 一只剑胜 两只剑胜位 对吧 还想的话呢 就还可以了 呦 你们探到了什么 这个在我自己 这个在我家里面装了一辈子孙子的这个 哈哈哈 你还活着呢呀 兄弟 你 你还活着呢 我以为你这个 哈哈哈 他已经有五十回合没有动过了 你们知道吗 他真的已经有五十回合没动过了啊 突然要和我签合并条约了呢 我拒绝啊 你要么就 要么就慢慢跟我恢复关系 然后我把你合胞合进来 要么我就不管你了 我就不管你了 第九十九回合啊 维持了那么几十个回合 和平的奥斯湾啊 再一次遭遇了这个风暴啊 这个信蓝石就掉下60多了啊 而且的话呢 外环丢失 啊 外环失线 真的是很烦人的耶 我想说啊 其实这些部队的话 其实还是真的是不弱的啊 真的是不弱的啊 实验者也有 然后的话呢 战车也有 骑士也有 炮车也有 巨人也有 还是挺难打的 我们打完一只的话 像我这样部队的话 应该还是会变得比较残的 还是会变得比较残的 呃 我们 跑到这儿来埋伏一下 等他过来啊 等他过来啊 不然的话我冲过去的话 会被他两只直接 直接鸟的啊 第100回合 矮人把这个号角宝合帮了啊 但是呢 这不是重点 重点的话呢 是我们的卡恩圣殿被烧了 真的烦啊 然后的话 这个暗精灵的话呢 居然就跟在北昏顿屁股后面 不知道想干什么 我跟你说 真的是不知道想干什么 然后我们的部队的话呢 埋伏在这边 这个 他没有往我们这边扑啊 他是想卧槽 呃 那么我就需要思考一下了 我现在去打他 他会不会跑 他如果跑了的话 我我估议就追不上了 如果他不跑 我把他干掉 那么哦 对 他是强行军 他跑不了哈 对他跑不了 那么我把他干了之后的话呢 这边两只啊 很可能会冲过来干我 对不对啊 那么 先不管那么多 来 爱了瑞莉啊 你已经在这边发呆了半天了 赶紧去外环 拯救一下啊 这个奥苏安吧 这个奥苏安也被搞翻了 哎 等一下 暴力 暴力女没位置了 那你就跟着他 跟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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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这个搞事的这个事务官也行的啊 来吧 你先过来把这只给他干了 他这边已经烧了我三座城了 我们这边的 还是62吧 还行 还行 来把他干了 打这点东西 这百分比都是这样子的嘛 这种百分比我跟你们说啊 这种百分比就相当于我们的黄线只有这么多 这个虚线啊 真的不要相信这个虚线啊 运气好 他是实的 运气不好 他就是敌人的实的 来 开射击啊 来 把他打了 战车的话 这种人数比较少的 我们其他打起来是比较的这个轻松的啊 无数的弓箭飞过来 这战车的话应该逃不了太久的 哎呀 其他被自己的部队挤在里面了 你们看到没有 哎呀 我这个技能很犀利啊 不仅在人群里面 哇 这是我放过最完美的一个技能 没有质疑 我刚刚是放在这儿了吧 把这边部队搞了一波 然后再回来 把这两支部队全部打残 天呐 牛逼啦 这是不是牛逼啦 你们不得不说这是牛逼的啊 这个你不得不说是牛逼的啊 然后我看一下有没有比较密集的 这条上路来说比较密集的 给你放一个 希望不要往我人群里面飞 希望不要往我人群里面飞 别往我人群里面飞 哥哥 你干嘛 我 同样是放技能 为什么你就往自己人群里面飞 为什么那个技能就往人家的人群里面飞 为什么 为什么 你告诉我为什么 你一个执剑者你连自己技能都控制不了的吗 啊 头疼我跟你说 树人啊 配合剑胜 树人扛血 剑胜输出 然后远程兵的话呢 由我们的那个凤凰卫来扛 技能的话呢 各种往里面打 怎么输啊 你们可能会觉得我其他的部队的话呢 战斗兵他一直都不怎么强 对吧 跟暗金一打的话 一直血量衔生 但是自从我的快场的这帮的凤凰卫之后 我的实力已经飞昔比 我以学飞这个当年的这个无侠阿蒙了 他们已经崩了 这么快的吗 啊 怎么样 这张真的是打得非常轻松啊 这才是有应该是我们高精灵这个后期的部队的这么一个实力啊 你像之前的话呢 没有凤凰卫啊 然后那些暗精灵的话 老是冲上来骑兵打我剑胜 那真的是太伤了 太伤了 你像现在以步兵为主的混沌啊 再遇到我们这个成型的这个高精军队啊 那就是不堪一击了啊 杀力数 我们看一下 这方位的话呢 主要是扛吧 这个没啥几个人 但戒剩的话 你们看一下 那一百多 对吧 就是多 这打成有啊 这一百多 对吧 啊 这个果然是啊 取名气就有点就是牛逼一点 是不是啊 比较是啊 就是牛逼一点啊 这个王呼啊 就有点滑水啊 然后关键手的门的话 杀的也不多啊 因为甲比较厚嘛 对吧 啊 然后这个耀心龙们啊 虽然是没有这个喷火啊 但是的话呢 干掉了地方泡兵啊 还没来得及干下一步事情呢 打完了就 就打完了啊 然后这个树人只杀了十个人 我跟你说 我就要跟你掰扯掰扯了 你怎么就只杀了十个人呢 黑森林 荷宝林 岁月啊 我对于你们寄予厚望 是不是 虽然说实际上你们是扛线用的 但是你好歹也是个巨兽啊 你就打十个人 不太合适吧 是不是不太合适 第101回合啊 这两个家伙呢 直接就无视了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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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就无视 然后 暗精灵这边的话呢 把北混沌那只给灭掉了 你们看到没有啊 什么叫堂郎普蝉 什么叫红杰在后 这边展现的淋漓尽致 展现淋漓尽致啊 这个北混沌把我把凯顺兴给灭了 给我烧掉了 然后的话呢 暗精灵把他灭掉了 然后又把这个城给占回来了 哈 你不要以为我会这个对不对 我会这个感谢你啊 不存在的啊 然后这个地方啊 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啊 他这里呢 是把我的一个一个大城给烧了吧 对吧 我这个大城给烧了 把这个城给烧完了 我们的 我还是62%嘛 那还行啊 那么上完之后的话呢 这边他两只部队还是在一起了 就是离得比较近嘛 那么问题来了 我是直接A过去呢 我还是怎么地呢 我还是往后再狗一狗呢 我觉得还是A过去吧 好不好 我们这边我这埋伏一下 我怕什么呢 我就怕他直接往下跑 你知道吗 但是我现在也还好了啊 你往下跑 我的艾拉瑞丽也已经到了 前后夹击 你们还能有什么作为 对不对 你们还能有什么作为 哪怕他两只部队一起来 我看一下啊 两只部队一起来的话 也打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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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部队也是打得过 没问题啊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北部其实问题就解决了 只不过城北毁了而已 城北毁毁了的话 我们慢慢再恢复过来啊 虽然 我们伏击失败了 但是 但是 哇 这个战力对比 我的天呐 这能死人吗 这不可能死人 我跟你们讲 为什么那种百分比都能死人 啊 为什么那种百分比都能死人 啊 为什么那种百分比都能死人 那么的话呢 我们再过来把这个混沌给他弄死啊 你别看他这边二十个人啊 很嚣张 是吧 我灭完你一只 还能再灭你 信不信啊 不过保险起见的话呢 我们找点兵啊 呃 就你们撒吧 我把你们撒进来之后 我把你们撒进来之后 我还需要凤凰卫模我啊 你觉得 这个哥们的话是套那个物抗buff的 这个哥们的话是套全抗buff的 你们说我招他有用处呢 还是招个两队这个凤凰卫有用啊 不好说哈 不好说 算了 不招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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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时候哪支部队陷入绝境啊 我在招好吧 这现在还不是绝境 这两还不用招了 这两个肉博能力实在太差了 所以说的话呢 虽然有buff啊 但是我还是不太想用啊 招呼精英凤凰卫吧 然后我们用这些部队啊 把这部队给干了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来 嗯 看起来啊 敌人比我们强是不是啊 这不存在的啊 不存在的啊 先放个K7啊 先放一个锤锡 然后呢 我们往里面撒一个莲花铲垫 后面炮的话已经被我们盖完了 没问题 这边一口喷过来 然后往里面砸个技能 希望不要往我这边飞 我只能说希望刚刚一格雪 看到没有刚刚 刚刚他这边掉了一格雪 就是我们其他A的 再来一下 其他不要让我失望 再来一下 再来一刀 吃个技能 吃个体力啊 吃个体力 然后这个地方 巨魔被打跑了 这边一个技能砸过来 这个技能效果特别差 没有哦 没有在这边 就是最好放在这边 然后他这样一路走不然是最好的 他回来了 哇 哇 哎 别 别 兄弟 往下走 往下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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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声控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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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卧槽 这个技能 牛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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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没有 没有更牛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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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声控技能可都慢还行 再声控一个 往下 往原地旋转 原地旋转 你又这么疯了 他没打到你啊 能不能回去 能不能回去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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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哎 怎么没了 哎 他对我吧 等一下 我们七杀面前的那只巨人也死了 是吧 也死了 啊 来 七杀抽出来 七杀抽出来 把将军踩了 将军的话老是在那种地方 不知道在干什么 龙溪是好 但是龙溪这种东西必须要飞起来才能放得出来 好的 这边射掉了 没问题 然后过来射这边的屁股 哦 这边不是射屁股 把这边屁股射了 你先出来 七杀 我相信你可以的 冲出来 冲出来 冲出来去他断的血 他3800的血 四刀去把他剁了 开好啊 四刀啊 这是第一刀 我不知道砍到没有了 你先试试看 第二刀 这是两刀啊 干嘛呢 你怎么 你是不是砍步兵综合阵 你告诉我啊 你怎么 我砍 砍这个 你干什么呢 我的哥 砍这个 哦 不行 他这个 他骑着马之后 他撞人的话 老是半家撞飞 他不掉血 你看到没有 我们看一下 这张的话呢 我们是920人打对方760人 因为我们不是满边嘛 打的话呢 就没有我们上一张打那么轻松啊 但是的话呢 我们也是一个人都没死 啊 一个人都没有死 哪怕是最最危险的魔术师也没有死 啊 不愧是魔术师 啊 啊 假装自己白旗要死 其实没有死 啊 包括这里的这个烈焰守护者啊 这个清 哎 等一下 啊 这个没有取名啊 啊 啊 包括我们上面的这个精英的佛皇位啊 还有清风韵 还有比神阿世 还有雷月孤寒 王呼啊 这个760人 这种血量特别低 还是有几种 都没死 啊 都没死啊 啊 都没死啊 万年岁月和这个黑色领的话呢 还是赵丽啊 杀10个人 哈哈哈哈 杀10个人啊 但是的话呢 他这个扛线的功劳还是有的 对不对啊 还跟对方的这个巨兽搏杀的吧 巨人啊 来 数码在乎啊 不过的话呢 这次的话他没有这个杀干净 但是没有关系嘛 对不对啊 你没有杀干净 我再追杀一下呀 对不对 这么大的屁股不射啊 这么大的屁股不射啊 这么大的屁股不射 我的药性龙应该死不了啊 太血量了 诶 不可能啊 他下面啥也没有啊 就一点混对勇士啊 怎么会打那么多血啊 太玩笑了 你给我 怎么一下掉了那么多血啊 我感觉药性龙不是被自己人射的吧 我射的也不是很密集啊 我并没有让所有的攻击士都射他呀 差点把自己玩死了 我感觉好像是自己人射的 感觉好像是自己人射的 赶紧飞赶紧飞赶紧飞 你也走吧 你也走吧 我发现你也被射死 我严重发现你也被射死 赶紧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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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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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就只有那么点了 谁受不了啊 刚下去还有一两千点血呢 我真的记得下去还有一两千点血呢 那个技能打单体单位伤害不高的 打群体伤害不高的 应该不是记得刮的 吓死了 天哪 这点人 你们说还能 还能逃过我的魔 还能逃过我们这个部队的轻角吗 应该逃不掉了吧 这 记得是不是放了差到好处 好的 没死了 没死就行 没死 就想着回事问题 你直接跑回海上去好不好 你怎么不跑回海上去的 你怎么那么能跑呢 你们说我敢自动吗 我真的不知道要不要自动这个东西 算了算了保险一点保险一点 令人感到绝望的现实出现在了混队军队的脸上 我靠刚刚前面还有一坨人了你们看到没有 一波剑飞过来两口龙溪飞过来什么都没了 别跑呀干他呀 什么都没了 只剩一个这个了 我这次不可能让你跑了 不可能让你跑了 好的来看一下啊 你这次还能跑了吗 你再给我跑 不应该呀 一混四打了已经 一个混沌我特别要打他四次 神经病啊 这个战车连续四次从战场上逃跑了 四情混沌可还行 神那面四情混沌 来 七杀 这次你要是还能让他跑了我跟你说 你这把剑你就给我丢下来吧 一剑上去 没错啊 我不要认识我没有了 干他一刀 一刀变得 哎 跟后面这个剑 这回答又快跑了 不能让他跑了 不能让他跑了 不能让他跑了绝对不能让他跑了绝对不能让他跑了 他他起了这辆车不爆我跟你说 他待会儿还会再回来的 你还能跑 再给我跑 你再给我跑 你再给我跑 你再给我 一剑射死他 刚刚也是这么结束了呀 你这剑没收到呀 他不能还能跑吧 他好像又跑了呢 难道你还能再跑吗 好 好 牛逼 牛逼 我完全战这么多年了 第一次看到一个部队可以在你的追杀之下连讨五回 五情梦获 不是 五情混沌 他一定是个传奇英雄 我就不信了 之前我是不知道你到底是个怎么样的逃法 我现在看算看懂了 你只要不把他弄 不把他战车弄 他就不得会永远逃 永远逃 一直逃 然后每次他把他都能把血回上来 因为他就是一个单位 他只要逃掉 他的单位就血回回满了 所以就这样子 我要包围他 不能让他死 然后在他逃跑的时候就攻击手把他射死 就可以了 其实很容易 别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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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围他 你还能跑了 我跟你说 你还能跑我名字倒过来写好吧 上 上 上 你还能跑我今天名字倒过来写 你知道吗 射他 他就一千多点血很好打的 哼 哼 好的 他终于败倒在了我们的石流群下 五次了 终于战死了 我靠 我 这几场打下来 我们其他直接十九集快二十集了 啊 俊英点起来 银月龙点起来 下一集直接药星龙了 哈哈哈 又又又又又又 你们看一下 泰格里斯的这个技能你们看一下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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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什么技能呢 他他他有全系的 全系这个法师的这个被动技能 什么意思呢啊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只要放一个技能啊 他周围的敌人呢 就会受到火焰巨怕效果 然后有军会这个加伤害 敌人的话呢 降低闪避和移动速度 我们有军的话呢 回血 我们有军的加移动速度 我们有军的提升法力回复 我们有军的又提升法力回复 然后我们有军呢 我们敌人呢 还降低市级 哈哈哈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 这是一种丧心病狂的体验 我跟你说啊 这地方大家看一下 这个南边这边的话 是有一只南混沌士 直接到了我这个洛森旁边啊 然后我想回来救的话呢 只能让我的七杀来救 这个但是七杀的话 我估计想下来的话 至少也是三四回合之后了 但是的话至少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的七杀注意二十级了 二十级的话呢 咬星龙 大家现在看一下 这个是 这个是银月龙的属性 大家看一下 输出的话呢是一千三百四十一啊 命中的话呢是九十七啊 然后护甲是一百一十六 然后我们换星龙看一下 现在的话呢变成了一千四百二十二点的输出 一百四十六格的甲 一百一十一格的命中 怎么样 就这个输出啊 一千一百 不对 一千四百二十的输出 其中有一千二百二十九的破甲 而且还是龙了现在 也就是说他的攻击范围也变大了 无论是打将军还是打步兵 都会变得很强 他一个人的维持表军一千块钱啊 输出的话呢 哈哈哈哈 不提了不提了不提了 我们的七杀终于要展现他作为这个持剑者的这个能力了 终于啊练到现在这都一百零三回合了终于是到二十几了 第一百零四回合啊 这个 莫拉斯非常愚蠢的啊 在就停留在了我们凤凰门前啊 我跟你说啊 我爱拉瑞丽比你漂亮一万倍 哈哈哈哈 我就强一斤顶到你门口咋地吧 干过呀啊 我要用我的美貌啊 修得你无地自容原地自暴 南边这里的话呢这个部队也找出来了啊 正好是一支满边啊 那么满边就不客气了 直接轮过来 直接轮过来 为什么我要点三四应该动了吗 呼 哎至于吗至于吗至于吗啊 这个打混沌这个百分比的话呢 特别低 打打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血鬼的话呢百分比要特别高 对吧 他这么多的这个这个优秘引擎的话 我还让他去跟他打打了你知道吧 啊 我们这样去跟他卯玩啊 跟他卯玩啊 这个 这么多的凤凰位 这么多的剑圣啊 跟这些这个没有什么远程 基本上都是近战的这个 这个血鬼打的话呢 应该是会比较有意思 那么几个技能打过来的效果的话呢 就看起来还是挺大的 看起来效果还挺大的 好一口龙溪全中 这一发应该是全中吧 但是你看这个血量 哎呦现在这个龙溪真的是 我感觉是被削了 我真的感觉是被削了 没什么 没什么感觉啊打上来啊 真的是没什么感觉 然后这边这个引擎啊 这边这个引擎 这个引擎的话呢 这边就是右边的引擎的话呢 让我们的凤凰位来吹 让我们凤凰位来吹 待会我们方舟要玩的是先进这张图 先不玩级别啊 因为我们这个 因为我虽然玩过方块防舟啊 但是这个这个防舟的话呢 还是第一次玩 比如说我们先玩天堂 我又不是天堂 先进啊 什么天堂 这个引擎的话呢 还是比较肉的啊 还是还是比较肉的 一时半会还干不死 看看小小西日鬼的军队啊 在我凤凰守卫面前 有没有感觉自己这个啊 自残行贵呢 你看这个装备插局啊 不是一点点啊 怎么都是我的人被打飞啊 你在逗我吧 你们可是凤凰位啊 虽然打步兵没有什么加成吧 但也不至于这样子吧 我的剑胜呢 剑胜呢 让我看到你这个剑胜的这个 我看看啊 剑胜把敌人都打穿了 看到没有啊 剑胜就是剑胜 整个右翼都打完了 看到没有 非常快的啊 然后这边两只也可以拉过来了 来打下这边 剑胜就是剑胜啊 这个边路打的比中间快多了 主要就是中间是复防卫嘛 复防卫的话 打步兵不怎么强 不怎么强 好啊 那么边路一败退的话呢 中间就全数完了 张军也死了 看到这个部队的死亡数了没有 然后看到了我们总体的死亡数了没有 再看到我们的杀敌数了没有 这就是你们知道了啊 为什么说这个 这么多的剑鬼的部队啊 这个自动实力这么这么弱 啊 这就是原因啊 哪怕我们进去打 我们1455打对方20019吧 我们这损失了137个人 没有一个部队的血量的话比较低的 只有这个泰地啊 好像被他砍了两刀 然后被自己人估计误射了不少 第105回合 南混沌 胆大包天 居然就敢派一支满边过来把我洛斯恩给包围了 我洛斯恩里的军队 这个虽然我们别的地方军队都真的是不怎么样啊 但是我们这些剑圣 打你这个还是没什么 我看到自动实力啊 好 到我没看啊 到我没看啊 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打的话呢 是打得过的 然后这个地方啊 这个 比我们丑得多的莫拉斯呢 你被我们摁住了 你被我们摁住了 然后呢 发生什么了 什么意思啊 真的因为他太丑了被我们吓掉了吗 下没了 羞愧而死 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 不见了 什么意思啊 树瓜过来看一眼 没有东西的啊 后面这关口也是我的 他那往哪跑啊 这一支南混沌 是跑到了我们这个 洛斯恩城外啊 大概是一回合两回合 我忘了啊 就直接攻城了 这座城呢 是五级城造满的 呃 守军的话呢 还可以 而敌人这边的话呢 更猛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一个重心武器 只有一个重心武器啊 只有一支神玄奈还可以啊 然后呢 有一支混沌场起 四支混沌勇士 那步兵的话呢 并不是特别多 但是的话也不少 有六队了啊 我们这边的话呢 有相对应的有四支剑圣 但是的话我就怕一点啊 我不是怕我的剑圣在放车上的话 会被他这个什么 地狱炮给射身之兆啊 所以说的话 我这个骑兵是肯定要拉出去的 对不对 然后就敲他了这个地狱炮 至于他这些混沌巨人的话呢 嗯 我们有海味啊 虽然我们这个海味 虽然是克塔 但是的话呢 人数也比较少 人数也比较少吧 然后呢他这边还有一些 这个混沌之卵和巨魔啊 这些东西的话呢 倒还好啊 最起码没有谁人者那么恐怖 然后你们这边关闭掉这个规避啊 然后我们这个炮的话呢 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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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楼啊 还是比较猛的啊 还是比较猛的 那这里的话呢 直接用这个塔楼去轰这个炮车 如果有幸运 如果运气好的话 应该可以直接把他轰爆的啊 然后这里的话呢 我看一下啊 轰轰这个 这都是一帮这个巨魔啊 这边都是啊 嗯 虽然中心武器吧 如果轰得到的话啊 然后你们这个 我是不相信 他是可以把这个工人塔给轰爆的 因为这个工人塔的话呢 就算把他轰爆了啊 就算把他轰爆了 他也是可以爬上爬上来的啊 没什么太大意义啊 绕墙绕过来 这边轰 我可是五级墙 我跟你说 我可是五级墙 那算了 我觉得你轰这个 效果特别差 你还是轰 轰步兵嘛 这边两发过去 对方掉了个雪皮都没有 是不是 雪皮都没有啊 看一下 还是轰步兵的效果好很多 看到没有 肉眼可见的效果 过来啊 过来 等一下 我骑兵在干嘛呢 我不是让你 你怎么又回去了啊 干嘛呢 你们这几个骑兵 脑子有病啊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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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出去 不要过来啊 不要过来对 然后他将军的话呢 也还没有动 哎很聪明对不对 不管他啊 先把骑兵拉出来 骑兵不知道为什么走得那么慢啊 可能是城门给我堵了一下 哇 你们这真的是 哇 你们这真的是过分了我跟你说啊 然后他接近我们城门的这段时间的话呢 混沌之卵掉的血不多 但是这个步兵你们自己看一下 掉了已经很多血了 掉了已经很多血了 然后巨人的话呢 没掉血 这边骑兵继续走 好的 龙绕一下啊 龙绕一下 他不走 那就拖着好了 赶紧不走就不走了 不走算了 然后我们这边骑兵 赶紧拖 哎 能把他们拖到我们城门口 多拖一会儿试一会儿啊 多拖一会儿试一会儿 这样的话我们上面的这个洛森海位的话 可以多顺一会儿 对不对 我龙绕死的话打是打得过 但是的话我们这支骑兵 主要是拖 而不是打啊 而是拖啊 到目前为止的话 他这边呢 没有部队爬墙了 只有这支爬墙了 那么我们把这边的剑圣往这边拉一下 把这边的剑圣也往这边拉一下 把这边的这个海卫往后拉 把这边的海卫拉到前面去 因为我剑圣在这边啊 我是不是很虚拟 这些什么混沌勇士这种东西的 应该是没太大问题啊 这边骑兵莫名其要被拉住了 没关系 那就跟他打吧 那就跟他打吧 真不是特别虚拟我跟你说啊 我们这边是龙王子 那不是普通骑兵啊 给你打的话也不是特别虚的 好的 然后这边看一下这边的话呢 这边有一支步兵接近我们 但是已经没打成这样子了 然后龙的话但是还没有动 呃 他炮兵还是在轰 不过的话他在轰我的炮塔吧 应该是是吗 哦 不是在轰我的步兵啊 不会在轰我墙吧 Holy fucking shit 这么阴险的吗 啊 这这这这这这么阴险的吗 啊 我靠 现在的 现在的混沌 怎么回事啊 啊 都都直接不轰门了 直接轰墙了 我有点怕啊 我这个 要不是我看到就翻车了 要不是看到我就翻车了 这边建设 这边建设和混沌勇士刚起来 然后哎 你到底是往哪走啊 没路了前面兄弟 好上来了啊上来了 攻击塔来了 不慌的 这个门马上塌了 赶紧走 太阴险了我靠 这是建设直接堵门啊 这是建设直接堵门 哇 太恶心了96了 啊 下一发叫他了啊 下一发叫他了 然后但是他在轰他 我部队这段时间的话 他的部队已经被我杀的差不多了啊 是不是 你看我这边龙王子 绞杀你们这些混沌乱 有什么问题吗 啊 我们原谅我们原谅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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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王子 绞杀你们这些东西真的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然后他如果这个这队被我们杀完之后啊 我们还去去打他这些部队 就是跟我们城门的部队的这个屁股 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话 他并没有打开我的城门 啊等一下这个地方 这里往往后退一下 把剑神往前顶 把剑神往前顶啊 然后这边塔罗已经开了 Holy shit 没关系没关系 你往后走一点 你往后走一点 好然后他的部队还不往前走吗 他不终于往前走了 看到没有 他就只要把这个塔罗轰开了 然后再往前走 再往里面走啊 非常阴险的啊 但是问题不大的 然后你这边过来支援一下 这边一只海味啊 然后我看一下这边的剑圣和这边的混沌勇士 没什么太大问题 然后你们马上可以下去了 马上可以下去了 这边龙王子把这边吃掉 没问题 法师 给这边回个技能 回个血啊 他这边还在轰我的 还在轰我的这个城墙啊 想啥呢 一个个的 你轰这个 你轰这个 然后你们几个下去 一切都有条不稳 一口金黄色的龙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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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这里啊 稍微步兵切了 那个后把他的部队再往后一引 然后再拉起来 哈哈哈哈 那么敌人的部队的话呢 就会陷入一直是这个前后摇摆的这么一个状态 而这个地方 敌方将军进来了 哎非常的不要命 对不对非常的不要命啊 你们两只 你们两只的话呢放在这边啊 然后剑圣上就跟他高 你们俩不要射这个将军啊 我有点怕你们的 你们射外面的部队就可以了啊 然后这个这个法师 他跑了 跑了就别追 跑了就别追啊 这边就是军心赶紧起来 赶紧起来啊 赶紧起来 哎好 这边就是我们的 就敌人这边的右翼吧 我们的左翼的话已经把敌人杀完了 然后这边龙王子过来正面刚这边的混沌之软 然后配合上面的攻击手 没有问题 军心飞起来 哎 敌人的话就是前后摇摆 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对不对 这边上强的混沌勇士 他已经被我们剑圈给打工 打工逼了 然后成本的话呢是已经开单 他只进来了一点点混沌勇士 混沌之软 然后把这边剑圈拉下来 扯得被他大成智障啊 然后等他不能再往前走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扑 走啊你 要不是你就走啊 这边 这个混沌之软被我们龙王子撞 然后这边的这边的龙王子 去打城门口的部队 相信我没有问题 然后你们这边继续往下去跟他跟他锤 别让他轰了 我一定不需要跟他拖了啊 不需要跟他拖了 很舒服啊 很舒服 哎 哎哎这一放 后里去 不能再来到哄了啊 不能再来到哄了啊 赶紧把他们都拖住 对赶紧把他们干死了 然后有个将军进来了 有个将军进来了 将军进 Holy fucking shit 这么菜的吗啊兄弟 哎这么菜的吗 哎两刀就被人砍死了 哇靠过分了 真的两 我赶紧两三刀就被人剁死了 没关系我们现在是优势了 将军量的事情没什么太大问题 这龙王子的话 我们不需要太在意他的损失 因为反正是车方军猛的人 哎呦我们这个龙是被自己人打成这样子的吧 我是龙王子 对不对 应该是被自己人打成这样子的 不然的话不可能是打成这种战旗的 先用龙王子走吧 我还是高估你们了 你们刚刚又一打成那样子 会因为你们很猛的啊 结果 对吧 想多了 想多了 然后你们射击 能不能射到外面就是 这里的巨人的话 让他们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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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上面这个将领的话拉下来了 这个我们的将军的话呢 很不顶用啊 很不顶用 然后城门口的部队的话呢 这个 这个巨人已经来了啊 巨人已经来了 巨人已经来了 进来的话我们就翁上去啊 翁上去 火炮的话你就定在他轰吧 就轰吧 不轰也浪费了 然后这边外面的炮的话已经被我们打完了 然后把龙拉过来 龙去跟他们搏杀 去跟他们搏杀啊 然后这边的炮的话把他上面干净 好的这边两只龙王子的话呢 已经是恢复正常了 把他拉过来啊 继续跟他打啊 你们这龙王子已经成为炮灰了啊 啊算了 你们还是留点力气去跟那个谁打吧 跟那个门口的巨人打吧 这巨人我估计会花一点时间啊 然后翁上的这些剑身的话 应该是被我们杀完了 看到没有啊 不对就是敌人上来的部队 都被我们杀完了 我们两只剑身的话可以完美的拉过来 然后你们就会发现 打得非常轻松 是不是 他就算再多 50%的部队 我会被照应打得过 对不对 所有的部队杀出去 追杀巨人 追杀巨人啊 龙王子们 龙王子们 你们就不用追了 敌人已经逃了吧 已经逃了 再追的话没必要了 因为你会被自己的塔罗射 这一战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轻松的就拿下了呢 对不对啊 我们就通过这个骑兵和这个飞行单位啊 在还配合我们这个超强的这个城墙啊 这个炮塔啊 然后对敌人的部队的话 进行反复的这个吸引 拉扯 然后的话呢 这些他这些部队啊 就被我们炮虎也轰身智障了 自己的部队的话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损失吧 只有这些骑兵啊 我后面的话 没怎么管他 然后的话被自己塔罗轰身智障了 你像刚光炕里面那帮步兵想杀这边的两只巨人的话 还是不好打的啊 但是的话呢 敌人的话呢 并没有把这个巨人的话呢 第一时间派就是冲上我们的这个城门 或者说的话呢 从那个破口进来并没有啊 那么他的话呢 从最后进来的话呢 你这个世界一崩 一点用都没有派上 一点用都没有派上 所以说的话呢 就很淡疼了 就很淡疼了 那么那只巨人的话呢 你脑子比较灵活啊 第一时间就跑出去 那么这只巨人的话呢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会死在我们这里的白石禁卫 还有剑神 还有龙王子身上 看一眼啊 看一眼啊 你们就看我追杀他这么长时间 他都不死 你们就看得出来啊 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想杀的话 得多费劲 对吧 得多费劲啊 他就光走路 就能踩死我无数的 无数的步兵 真的是啊 你看光走路就能 你不是说踩死吧 踩翻 啊 就是踩翻啊 差不多了吧 我看这血量啊 差不多了 还有三百多点血 我们轮他 神他没有他的攻击方式 神他没有这个龙的攻击方式 跟我一模一样 哈哈哈 什么玩意儿 我们这里的话呢 1267打对方的话 739啊 我们是守防军 对方是男混沌啊 然后呢 我们是损失了295 对方损失了649啊 这剩了90个东西逃回去了 因为他们是混沌嘛 只能说东西啊 那么我们这一仗其实占了很大的 这个五级城墙的这么一个便宜 这么一个便宜啊 这个城墙真的是很猛 每一发的话感觉都是混沌炮 对不对你们想想 是不是相当于每一发都是混沌炮 他有三个混沌炮对吧 但是我 这个城墙面前发挥实力的这个炮啊 应该是有四四个吧 四五个的样子真的很猛啊 数一下我们这边杀击数 然后再对比一下敌人的损失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炮下多少人啊 100 187 然后的话这边大概是220吧 230 240 250 260 270 280 280 310 330 370 390 390 400 450 我们大概的话呢 是杀了对方450个人 而敌人的话呢 一共损失了649个人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有200个人 也就是将近三分之一的敌人的话呢 都是我们炮杀的 还是牛批 还是牛批的 如果在你明亮的时间里面 我只是隐隐 如果在你轻柔的嘴角眉间 撞满了风雨 原谅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 对你说一句 我只想和你永远在一起